觀眾現在看到激烈熱血的滅火器 吉他手宇晨 哇 揮拳的動作十分威猛 還沒有上場就聲音打給最大的壓力 熟悉的招牌熱血轉播聲開場 由體育主播徐展元配音 接著滅火器樂團的吉他手 鄭宇晨摸拳擦掌準備登台 七海刀郎沈文辰也要不同多郎 即使身為老一輩 哦不對 是身為前輩 但其實完全不輸人 另一位挑戰者是金曲雙金歌王 沈文辰 兩人在拳擊擂台上爭奪麥克風 全是為了要搶先在七月二十號 即將登場的總統府音樂會熱血開場 沒想到最後由副總統蕭美琴 搶下麥克風 而宣傳影片上線 也同時解鎖音樂會的第二波卡斯 包含主持人徐展元和Sandra 臺灣人民樂團滅火器 雙金歌王沈文辰 還有亂談阿翔跟藝人邵大倫 未來還會陸續公佈更多演出陣容 而今年臺灣拳擊項目 有六名選手拿下奧運參賽資格 文化總會也表示 影片以拳擊運動切入呼應演出 希望用音樂為選手加油 也讓不少體育迷相當期待 三秀王清光配話題報道